你是天阳玄机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首相当中的 这个三大主要纹路 就是所谓的三财得配啊 三财纹呢 就是对应的感情线 智慧线和生命线 三条主线啊 如果是主线 清晰没有什么折断 或者是这个弯曲啊 那么则一生啊 也是这个福禄基础 这个运势基础是非常不错的 我们看这个三财得配啊 我们还看一个这个 小指过三观啊 小指过三观不愁吃何穿啊 这是小拇指能够超过无名指的第三个关节 那么人这种人天生是富贵命啊 容易发大财 并且呢子女后腹也不断啊 就是子女方面的运势啊 子女员分比较这个后啊 然后这个晚年的也是享清福等等 手掌后屎啊 手掌后屎 掌色白里头红啊 手软如棉 运势根基非常不错啊 有福之人 手上三线 清晰深长 福禄寿三宫高突饱满 事业线 清晰直上 表示啊 小有直全 事业不错 感情线的末端 走向十指 上翘到十指下方啊 完美上翘 表示呢 情心坚定啊 尊重丈夫 那么婚姻也是非常的不错啊 这是感情线完美上翘 感情线完美上翘 跟这个冲破财功是两个意思啊 冲破财功是有一条分叉直直的 冲到这个训功的位置 像这种弧度 非常优美的这种上翘的 是不会冲破财功的啊 段掌啊 段掌是古书上有说嘛 这个男儿段掌千金养 女儿段掌是过防养啊 意思就是说 男儿段掌是创造财富的能力啊 价值千金啊 事业上非常的 这个争争日上啊 非常不错 但是女儿段掌呢 就是啊 这个过防养 跟父母的缘分比较薄啊 需要这个从小呢 父母呢 过继到这个大叔家 大白家等等 那么也有 也有这个在感情方面呢 需要这个比较坎坷 在感情方面的经历 也是比较坎坷啊 但是在事业段掌的女人呢 也是不错的啊 好了 有关这个段掌啊 事业感情线上翘啊 小拇指小指过三观啊 等等这些纹路呢 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啊 如果是有这方面困惑 把子啊 手向啊 面向啊等等 可以看一下片头片尾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